所以我们要真的很清楚很明白 遇到这个法门 相信这个法门 修学这个法门 不是偶然的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上 接触到 跟这个法门有语言 有没有一些问题 有些误 为什么没去得了 为什么没往生 语言上出了问题 没去得了啊 而云里面的时候 最严重的 云前站住啊 你想去 他找你麻烦了 你过去欠他的命 你没有还他的命 他不甘心 他有障碍 你过去欠他的钱 你没有还亲 他也不会饶你 还有什么 还有感情 最麻烦的 亲情 人情 你不把他还亲 不行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四十真相 在这一生当中 除了要放下 要提升自己 还得要把债务了掉 我亲 哪些人在 我也不晓得 我怎么换 有法子换 我们一生当中的福报 财富是属于福报 拿出来做好事 用你的福报 帮助助佛如来的正法救助 功德回向给缘情 这是用这个方法还他 全都有了 我不为自己 我为缘情 带出还债 人情 带也不例外 我把功德回向你 希望你们与福有缘 与尽忠有缘 与阿弥陀佛有缘 将来以这个好缘 善缘 你会信尽的 你会遇到尽忠的善知识 你会认真修行 发愿求神 这福报不能自己想 无论有多少福报 全心全力的 奉献 就圆满功德 这个三种债务 命财 钱财的债务 人情财 通通亏换 你是干干净净的 清净性 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债为什么还不了呢 做很多很多善事 没有忘掉自己名文理 有一些冤亲债主 看到你的情形 不满意 不够意思 换一句话说呢 他还不找你 可是我们相信 一大半以上 他不会那么斤斤计较 就你做得不错 他就了 他就走了 那就放你了 人同此心 心同此体 六道里面的 有情众生 不例外 还是这么一个道理 谁放 要正放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也常常 跟在我身边的这些同学 我告诉他 我学佛 这五十八年 红阀 五十一年 你们都看到 我遇到许多困境 怎么通过的 怎么通过的 放下 而这些困境 我非常感激 感激什么呢 佛菩萨替我安排 来考试 看我放得下 放下 通过了 升级了 所以 每一次困境 之后 就一次 大幅度的提升 这大家看出来 那你如果不放下 不放下 就跟人家斗争了 斗争是吗 斗争就堕落了 所以这个事情 不能讲理 讲理就堕落了 要学什么 学忍耐 修忍如不落 忍如报道 不争 你争 我给 你要 我让给 他也欢喜 我也欢喜 你要名给 你要立 立给 只要我有的 我通通给 年到场 都不例外 要 马上给 通通给了他了 他还评评 气还没消掉 这是什么呢 这个里头还有 人情在这里 人在这个世间 做事 叫每一个人 都欢欢喜喜 不容易 我们只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听从佛菩萨的教会 佛菩萨的教会 在经典 一教奉行 什么样的困境 通通能划解 会员 我说 会员 这次 音乐 我 这次 你 都在